好的,这里是罗王 那今天的话,我去爬桶店又入了一点货 因为上次不是有一只马路,感觉有点问题嘛 然后我就一直分开放 然后最近呢,看来还是比较,就是情况比较糟糕 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商家 然后他说这个情况也可能比较糟糕 就想给我退钱 我说不用退钱了,就给我入点别的吧 所以呢,相当于是换了 换了这个,另外两只马路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呀 星红马路 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说过啊 星红马路是马达加斯加的一个种类 网上有一种说法 说星红马路 它是会什么 会这个,如果它的分泌物进到眼睛里 跟一般的分泌物不太一样 它是会致人短暂失明的 哇哦,说得很吓人的样子 但这两只的话现在还是苗子 可能没有这种能力 并且的话 这个真的讲的 讲这有点不像星红马路啊 有点像中国的砖红马路啊 呵呵,那应该不会是中国的砖红马路 因为星红苗子应该差不多也是这个样子 啊,那我看看能不能拿出来 诶 诶,这个还是很活的 是这样的,就是它是这样啊 这个一般活的马路才会表现成那种 一道手杖马上拳起来 所以我之前说过就是马路的话 没味道 我之前说过马路的话 如果是球马路它会缩成一个球 那这种太长了,缩不成球的 它就是这样 就缩成一个柄 还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种类 星红马路它真的有那个就是致失明的能力吗 我,我持质疑态度 这个我真的持质疑态度 但是另外呢,今天还入了一个东西 没错 我开始入独鸟坑了 我原来说在这边的话 之后是会入独鸟坑的 因为我毕竟以前还是养了那么久独鸟猪 所以这个坑我肯定还是会回来的 那今天的话就入了一个 这次是树溪 这个叫做金属粉纸 不叫粉红纸吧 这之前我不是入油彩粉纸吗 跟这个都是AV属的 但是相比之下 这个种类好像说更容易养一点 就是肉体 但是我会给它换容器 我要换到这个容器 这是之前的果蝇杯 但是实际上这个玩意儿 因为它们果蝇都是做好的果蝇杯 所以我用不着 那我就用这个容器 但是有一个问题 真的,有一个好大的问题 我没有梳皮 那我就只能说这样 我之前不是这里有一个那个吧 有一个这个 那我就只能把它搬一块了 哇,真是别手别脚 嗯,可以的 掰了一块下来 那这个有点大 再来掰一把 尝尝 尝尝 嗯 嗯 嗯 差不多 哎呀 好 徒手撕树皮 哎,我觉得这两块 这块好 嗯 不错,刚刚好 嗯 嗯 可以的 哎,然后第二步呢 就是椰土,椰土我是有的 这个简单 椰土比树比较简单 嗯 点一厘米就够了 哎,出来了 这些要严实点 差不多 差不多 早上没有一厘米 差不多一厘米 可以的 差不多 喷水 应该这样就差不多吧 不过先声明一点啊 因为再怎样 我养蜘蛛也是属于副业 不是主业 所以可能还是有一些地方 这个不思想不得到 所以这里的话 我拍这个思想视频 我只是我自己做一个实况 我可能有一些步骤不是很科学 所以大家不要学我 不要学我 我是业余的 好,下一步 下一步是什么呢 下一步我在桌上进行吧 在这里 这里太多东西了 好 好的,这里是罗王 这是我的第二张桌子 那么 今天的话 要把这家伙移到这里来 要把这家伙移到这里来 不过因为说啊 这个AV属速度都比较快 然后这金属粉纸啊 也算是一个快速的种类了 所以我要做好一定的准备 我准备这种东西 我肯定是会做的呀 这个应该够了吧 很简单 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只是把这蜘蛛 这猪猪在这 转移到这里 就是这么简单 我觉得这个 等等,这种机不够 这是曾经装过台前的 这是养水台的一个容器 哇 泡水台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安全的 好 咦 哎 好的 这家伙不是说速度很快吗 怎么不好了 哎,我捏着了 尴尬 尴尬 我拿出笔吧 等一下,尴尬了 这个好像放不回去 这样 好 速度比较快哦 慢点 不要抱走,不要抱走 騎好 只能让我们在银屁上 好像会等一下 completed 这很多人可能疑问为什么我要换这个容器 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这个容器啊 它没有卫视孔 所以这点很麻烦 而这个容器是果音发生器 它是有卫视孔的 它是有一个卫视孔的 此外 这个容器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 沙网 沙网透气孔 是比较好的 然后这个 这个我后期可以把它 我后期现在就可以了 做成那个纸塞 加水用的 导湿的 这样的话我加水就不用说 那个椰土加水了 我就直接拿这个加水 就好一点 纸巾 我的纸巾呢 我现在还没上来 趁着它还没上来 趁着它还没上来 其实只要不抱走几乎没什么事哈 这样的话可以确保它的湿度 怎么会是 好 耿到了 大家看我做的什么呢 我就是拿这个 这样的话 把这个地方用一团纸堵住 然后上面的水会由于重力一点一点剩下来 所以可以确保这个纸一直都是 湿的 其实这里最好用的法是 用保湿棉 用那个叫什么 用那个叫做脱纸棉 而不是用这个 但是这个也没有什么问题 行 诶 我发现这个 这个木头 这个树皮 会抖动 不过这应该不 这应该不要紧 好的 那 这就是这支 金属粉纸 哦 这个如果大家还是不清楚 这是啥的话 还是说一下 这是一种捕鸟猪 诶 你们可以看很多网上有捕鸟猪的啊不足 避养虫的要多 啊 非常多 那么 捕鸟猪的话 具体属性我就不说了 怎么会咬人啊 会有毒啊 这个 嗯 以后可能也会详细讲一下 但是这个 作为科普再讲吧 这期主要是 啊 终于 再次回到了捕鸟圈子 然后以后的话就是可以从这里 喂那个 东西进去 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更 呃 我 我不知道我到时候是喂蛆蛆好 还是 喂面包虫好 蛆蛆好像是很凶 但是他们这边的人也是喂蛆蛆 不过他们这边人不可信 有些不怎么专业 今天过来看到一个 一个女店员在那里 跟我讲津津乐道 懂得还是蛮足 但是 哇 为什么通 一点都不通风啊 你看到他那个思想容器主要是 所以让我有点 不是很可惜 行 那基本就是这样 我把它还是 放到哪儿 哇 这搞得好多图啊 我待会还要清理一下 我就摆在这儿吧 摆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